大家好,我是Stan Pulpargan Satchungi是由高中一年级同班同学的安建汉·吴吉云 于2014年参加选秀节目Superstar K6后 与经纪公司签约并正式出道的组合 一开始,公司安排了一位制作人与他们一起准备出道专辑 但由于音乐风格不合 他们决定自己亲自创作歌曲来出道 经过一年的准备后 Pulpargan Satchungi于2016年4月22号 Esaunner正式出道了 然后在4个月后的2016年8月29号 Pulpargan Satchungi发行了首张正维专辑的主打歌 Ujirujugge 这首歌最初在美轮排行的排名是90至100位左右 但在出演YouHireSketchbook后 安静音独特的声音以及疗愈的曲调 收到了网友们的大赞 Ujirujugge开始逆行 最终在9月26号登上了美轮排行的一位 让大众们认识到了Pulpargan Satchungi 正式开启了他们的全盛时期 在之后发表的Jotakomare Som tako ya Nai Satchungi again Yohin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Pulpargan Satchungi 目前拥有9首突破一一串流的歌曲 2018年也受邀担任平常冬季奥运会开幕社的特邀歌手等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双人组合的Pulpargan Satchungi 在2020年成员吴金勇退团后 目前以安静音艺人活动中 其实在Pulpargan Satchungi最红的时期 就有过安静音与吴金勇的不合传闻 但当时这些说法完全没有什么根据 两个人也经常在私下展现出彼此的友谊 然而在2020年4月2号 吴金勇退团后 这些不合传闻再次浮出水面 对此安静音在一个综艺节目表示过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一起准备出道 一起活动了4年 不合传闻不是事实 本以为不合传闻就这么平息了 但吴金勇以拿瑟纳以名字发行的数位单曲中 却包含了一次是举及安静音的歌词 而再次引发了争议 但是很快 吴金勇就在IG先动 分享了音乐文件的原数据图片 表示这首歌是在2019年创作的 与不合传闻无关 但是不合传闻并未平息 因为就在几天后 安静音突然取消了对吴金勇的IG追踪 导致不合传闻再多引发了热议 最终安静音在IG先动上 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第二天吴金勇也在先动发表了文章回应 两个人的先动内容简单整理下就是 吴金勇因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困惑 所以希望退团 他原本打算在演唱会结束后再离开 但安静音得知这一消息后 建议他如果想要退出的话 不如提早结束 因此吴金勇最终决定早点退团 而因为安静音在文章最后有提到 我原本以为这是我们可以私下联系并解决的问题 但事情却走到了这一步 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如果我们之间还有未说完的话 不要再躲避联络 请与我联系吧 所以很多韩国网友们认为 两个人在讨论退团问题时 并不是直接沟通 而是通过公司的人传达 所以在这过程中 应该导致了很多误会 然后在当年11月 安静音以健康上的原因 宣布暂停活动了 Polpagansachun也经历了这段风波 与其说是谁的错 不如说是彼此想走的路不同而已 如今安静音以个人身份继续活动 持续创作出治愈人心的作品 延续着Polpagansachun也的故事 所以让我们期待 他未来更多精彩的创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